花林有一名无姓的客运司机 在休假期间 酒后驾驶自小客车 刚好遇到了巡逻的远骏 心虚的他将车辆逆向临停载路旁 远景见状 有意上前盘查 但是无姓男子 怕丢了工作饭碗 不停拒绝酒测 还拼命地向警方来求情 甚至找了议员投诉警方 有执法上的疏失 希望能够测单 不过警方还是依法来处理 驾驶一身酒气 态度消极还不配合警方酒测 过程中频频打电话 甚至企图找人套交情官说 想要逃避酒驾责罚 26号晚上11点左右 花莲分局的远景巡逻时 发现一辆自小客车 见到警方后 随即逆向停车 试图闪避 心虚的举动让警方立即前往盘查 驾驶一见远景便表明身份 生怕酒驾会丢了工作 希望警方在情理法上 能对他网开一面 不管原警怎么好言相劝 驾驶不但拒绝警方酒测的要求 还一直拖延时间 坚持法定时间是40分钟后才能酒测 这也让原警受不了了 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警方依程序实施劝导 并告知拒绝酒测的法律效果 无难仍坚持拒绝酒测 依法一致保管该车并资单举发 夸张的是这名公车司机 事后甚至找议员投诉 说要检视警方的执法流程是否有疏失 想借此看看能不能撤单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驾驶拒绝接受酒测 可处18万元罚还并吊销驾照 加上工作的饭碗可能不保 真的是得不偿失 记者徐立琴 刘婷于花莲采访报道